请进 小吴 主任 听说你比较倾向于把奖金理开除了 这大概是我下午开会的主要内容吧 你能不能再以太一次机会 我恐怕会坚持我自己的想法吧 可 可奖金理情有可原的 情有可原 大家都这么说 老一套 可是小吴你别忘了 你可是公关部的 你不但不支持我的工作 反而想来劝阻我 对不起主任 我 我知道了 好 你可以走了 主任 我先走了 广告部的奖金理 他的异想天开 让我非常地吃惊 违背了客观的规律 我查了他这三年的账 从前年到今年 他的广告支出费始终是一百万元 但是今年的广告量 已经是前年的一倍半 而且在广告的内容上 也多出了二分之一 在广告费大涨的情况下 他还异想天开地认为 用一百万可以做一百五十万 甚至是两百万的广告 这说明他思想的荒唐性 付一千块钱给印刷厂 和付一千五百块钱给印刷厂 他印刷的质量能一样吗 我们不本来想得到一副精美的地图 可印刷厂却送来一块尿布 这都是奖金理的责任 奖金理的吝啬 已经是一览无余了 他会把公司的支出 当成是自己家的开销 那么斤斤计较 斤打细算 努力地为公司 节约每一分钱 他也太狭隘了 难道我们的公司 真的没有钱吗 广告不是一个花钱的地方 花的是别的部门挣来的钱 可他却比花自己的钱还要小心 他也太小瞧 各个部门挣钱的能力了 奖金理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 没有投入就不会有产出 一般来讲 投入的越多 回报就越大 可是奖金理呢 不想投入却想回报 这就是他的失败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确实如此 小蒋忽视了一个基本规律 蒋经理 还有一个很大的失误就是 他忘记了按劳取仇的原则 他为了节约开支 自己雇用了一些 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 他把他们的工资 压到了最低线 为了能够让这些学生 接受这种低廉的报酬 他把他自己的薪水 也压到了最低 蒋经理 你可以为了公司牺牲你自己 委屈你自己 可是你有什么资格 让别人也做出这种牺牲 受到这样的委屈呢 在这个问题上 我有很大责任 在给广告部拨款上 我犯有主观错误 我只是片面地督促蒋经理 要尽量控制成本 我应当承担决策事务的责任 秦主任 你就把你的处理意见拿出来 让大家斟酌斟酌 我有一个基本提议 和三个附加条件 我的基本提议 就是把蒋经理从公司辞退 我不同意 蒋经理办这点小事 可以理解吗 周经理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 你不能太着急 我还有三个附加条件 第一 如果蒋经理 不能把劣质的广告 变成优质的广告 就把它除名 第二 如果蒋经理 不能把广告公司的工作 恢复到正常 并上新的台阶 就把它除名 第三 如果蒋经理 在一年之内 花不掉广告部的两百万 就把它除名 你同意吗 我 我同意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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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完全同意秦主任的处理方案 我也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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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蒋经理 你不同意吗 好 百分之百通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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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靳总 你不该举手太快 你这一举手 我们只好都随你了 魏大姐 你的意思是说 咱们前功尽弃了 咱们举不举手 结果都一样 秦其然盛极语定 蒋经理逢情话题 没错 魏大姐 在当时的情况下 秦其然是众望所归 我就应该明知一些 把手举起来 这叫顺水推舟 怎么会弄成这种局面呢 实际上 从他介入此事起 他就已经把大局调定了 魏大姐 这种局面 你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 你错误的判断 秦其然也主张让小蒋出局 你就通知大伙 都当他的拉拉队 所以他赢了个大满贯 百分之百的选票 一切都是那么细极化 崩回路转柳暗花明 感觉怎么样 酸甜苦辣啊 余总 高松会议室出来的时候啊 我感觉还是云里雾里呢 谢谢 赶紧振作起来 投入工作 可秦主任说那两点啊 我还没能明白 这第一是稳定员工情绪 第二呢重做广告 又不许多花钱 我真的是没理会他的 到底什么意思 其实啊 他一开始就想救你 小蒋啊 脑筋是有点笨 可这小子运气死了 一家就是一百万啊 天上掉馅饼也没这么掉的 我就说其然行吧 我一眼就看上他了 吴奢经理啊 来 请坐 谢谢 笑什么呢这是 你没发现我不是产位的笑 你现在是身价百大的富翁 以后啊 你有了什么好事 可千万别忘了我会出任 没错 小吴啊 拍我马屁也真是拍错了 还没发现啊 咱主任 他有点时成金的能量 他用小小指头 轻轻这么一勾 我这寻王男 立马摆到复工了 主任 不碰我他别严严呗 我哪有你这么好的福气啊 从车上摔下来 没摔着 得捡了一堆金子回来 我这人哪 就是又吝啬又贪婪 一堆金子还捡不论 我这就奔着第二天又来的啊 我算着 你也该来了 就算是你不开窍 余总那盏灯可不是牛啊 还真让您说着了 我这傻乎乎的自许还琢磨呢 余总又给我指点 我才明白过来 你呀 就是县城的吃惯了 现在 又主动地来盛饭吃了吧 秦主任 您就救人救到点了 您帮我花了这两百万 我肯定不会来麻烦您 还有 再帮我解救两道难听 人家把你从河里救上来 还要追着人家要衣服穿 这都不懂 这叫逮着好吃的 不料筷子 那两件事啊 我全都给你办好了 明天啊一起解决 现在呢 你最要紧的任务 就是把你的口袋 和你自己收拾相当一点 行 我完全同意 主任啊 什么时候请我吃饭 先打成招会 喂 余总啊 好 我知道了 秦主任 再请您最后一杯 谢谢 谢谢你 谢谢你的公关艺术 秦燃啊 把你的艺术给大家解剖解剖 就从欲擒故纵开始吧 欲擒故纵 其实当时 让小蒋出局的呼声 已经很高了 如果当时 我要是逆着呼声而为的话 就会有很大的阻力 秦主任巧妙地 把严重的资金不足 是导致问题的主要原因 说了出来 那些不明就里 跟着起哄的人啊 一下就明白了 蒋经理的无辜 这叫 欲擀先易 假扁珍宝 恰到好处 恰到好处 其实啊 这有点像闺谬法 先假设 大家的认识是对的 但是一直推下去 大家发现 先前的认识有误 但是这种转变呢 又是潜移默化 任其思危 我想大家接受起来 也会比较容易 所以大家 就跟着你的思路走 最后的想法 就和秦主任不谋而合了 这叫 风行水上不着痕迹 轻松自然地 换矛盾于无形之中 这种转变明 两边 就能够